第1647章保险 据花词说 这笔生意做下来 安哲笑得嘴巴都快合不拢了 屡次叮嘱他 转告陆业 有空了过去喝茶 这么大而且稳定的客户 哪里去找 算上之前与陆业的交易 光是从陆业这边 交易的领域数量就一两亿了 这对安哲背后的借域来说 也是一笔巨款 能很好地帮助整个借域发展 陆业当然没空去喝茶 花千尹当初送他的灵茶 他都没功夫喝呢 人鱼族这边没什么事 需要他帮忙了 他没急着回三界岛 经由这次 天赋树的燃料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正是该好好修行的时候 反正都是要入海的 在三界岛入海 跟在这里入海都是一样的 这里反而还方便一些 跟烟苗打了个招呼 陆业便一头扎进了深海中 任由海水的力量 轻蚀挤身 顺便捕猎一些鲫鱼新兽 有宝钱在手 哪怕遇到日照 他也不是没有还手之力 时间流逝 陆业偶尔会回人鱼领地 修整修整 不过更多时间都是泡在海水中 一身修为得到极大沉淀和积累的同时 鲫鱼新兽也收获不少 大多都是新秀级的 这种鲫鱼新兽甚至不需要动用宝钱 他直接提刀就砍杀了 偶尔遇到月瑶的新兽 才需要动用到宝钱之威 金色的宝钱威能连日照都无法抵挡 更不要说月瑶 一旦身中金光 就只能任由陆业宰割 直到一月之后 当陆业正在人鱼领地附近四下搜寻鱼鱼的时候 忽然感觉体内有些不一样的感觉 与此同时 心中诸多名物莫名涌出 他连忙顿住身形 查探自身 内饰之下 知觉自身血肉内金光点点 那是血肉精华的凝炼 每一个进入新秀境 开始催炼体魄之精的修饰都会有这样的变化 体内的精光越多 就说明体魄之精催炼的越好 不过不同的新秀修饰 体魄之精催炼的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派系不同的修饰 在新秀境这个境界的修行上 体修相对来说是占一些便宜的 因为他们本就注重自身肉身的修行 能更好地淬炼体魄之精 陆业体内 此刻精光满布 点点光芒璀璨灿明亮 分明是淬炼到了极致的征兆 而且四周海水虽然还在侵入己身 可陆业却明显感觉到 已经不能给自己带来提升了 换句话说 他的体魄之精已经淬炼到了极限 当然 这只是眼下这个境界的极限 日后晋升月瑶 日照 体魄强度的上限还会有所增加 这也是为什么他当初斩沙白镜 那么费力的原因 人家的体魄跟他的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一般来说 修饰修行到这个程度 就可以开始着手准备晋升月瑶了 如今的陆业 便有了这个资格 不容易啊 自当年晋升星宿后期至今 也过了好几年时间了 之前的修行且不说 哪怕有天赋树相助 炼化灵域的效率与深入万象海中就不能比较 但自他回到万象海 断断续续在海下修行了最少有两月时间 这么长时间下来 他不知吞噬链化了多少星空能量 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若没有轮回数之前的丁主 陆业肯定已经着手准备晋升了 因为他能感觉到 自己晋升月瑶怕是没多少难度 因为体内的灵力足够精纯 可以说是毫无杂质 这无形中能极大地提升灵力 对变成法力的成功率 但有了轮回数的丁主 他暂时没有晋升的想法 无论如何 都要先去那阴阳大漠盘看看再说 树老活了那么久 或许自这方星空形成之时就已经存在 自然知道一些旁人不知道的秘星 那阴阳大漠盘 定然对晋升月瑶有什么好处的 不过眼下来说 相对于体魄之精脆炼到极致 陆叶更关心另外一件事 他默默沉吟了一下 转身朝人鱼领地的方向掠去 片刻后 跨过巨大的淋浴矿脉 返回黄罗宫中 毁了自己的住处 他抬起一手 一身气血朝指尖上汇聚 转瞬间 指尖上便多了一滴鲜血 鲜血不是烟红的色泽 而是暗红之色 表面不显 但陆叶能清楚地感知到 这一滴暗红之血中蕴藏的恐怖威能 若是忽然爆发出来的话 甚至比它全力出手一级还要强得多 搞不好能硬汉一般的月瑶 方才在海下的一些名物 再次翻涌上心头 宝血 是比金血更深邃一层的东西 如果说金血是从自身血肉中淬炼出来的精华 那么宝血就是从金血中淬炼出来的精华 寻常修饰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它们一般只有金血 所谓的宝血 只有血族才拥有 而且基本是拥有圣血血脉的血族才能拥有的 当然 也不排除一些天赋异禀的血族 将血族秘书修行至极致 凝炼出了自身的宝血 不过这是极少数的个例 因为哪怕是拥有圣血血脉的血族 也只是有机会凝炼出宝血 并非一定 陆叶方才生出来的诸多名物 都是来自血族的血脉传承 这让他的心情不由有些古怪 老实说 在这玩意诞生之前 他甚至都不知道宝血的存在 知识方才自身体魄之精达到极致之后 这滴宝血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陆叶觉得这跟自己炼化很多圣血有关 寻常血族的圣族 炼化圣血顶多三五滴就不得了 他炼化过多少圣血 几百滴都是有的 一身圣性之强 可以说没有哪个血族能与之相提并论 所以即便是对圣血血族有难度的宝血 也能自然诞生在他体内 血脉传承是个很奇妙的东西 并非直观的言传身教 可当自身血脉精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血脉中隐藏的奥秘就会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 星空中 许多强大的新兽 异兽乃至妖兽 依靠都是血脉传承 因为他们的数量极为稀少 就如琥珀 他诞生之后可没有长辈对他言传身教 可他依然能够转化畅灵 这就是血脉传承 算是一种本能 陆叶方才涌出的名物 便是一种血脉传承 关于宝血的 一时间 他便察觉到了宝血的许多妙用 直接引爆其中蕴藏的能量知识最简单的手段 也是最浪费的手段 心念围动 手中的宝血光芒大放 紧接着扭曲幻画 很快化作一道人影 一道与陆叶一模一样的人影 分身 借助宝血 可以轻松化成一道属于自己的分身 分身之术是很实用的一种秘术 不少修士其实都有掌握 但能将这门秘术修行至极致 足以以假乱真的却不多 分身之术也分很多种 如师尊云雪出当年的那句小蝶分身 就是借助了外物 分出一缕神念附身其上 小蝶的真身知识掩饰造物 这种分身与本尊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甚至可以说不是一种生灵 也有直接借助宝物凝炼的分身 同样是外力促就 陆叶眼前这个分身 就不是外力促就的了 而是它自身薄血所化 这样的分身比起一般的分身术更玄妙一些 更完美 不容易让人看出破绽 只不过 陆叶念头动了动 催动天赋树的威能 又凝炼出一句分身来 分身这东西 它有了啊 这一下三个陆叶站在一起 面面相去 场面无比诡异 陆叶对比了一下 陆叶很快发现 通过自身薄血凝炼出来的分身 比起天赋树凝炼的似乎要差上一些 这种差距并非外观 而是内力 虽说薄血分身它也能如臂食指 更能以假乱针 发挥出它全部的实力 但对比天赋树凝炼出来的分身 却不具备迅速吞噬炼化的能力 而且陆叶能感觉到 自己与薄血分身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 否则就会失去联系 这一点明显不如天赋树分身 天赋树分身与本尊虽然也有距离限制 可这个距离要远得多 不得不承认 血族的血脉传承很厉害 但只分身这的手段来对比 天赋树明显更甚一筹 宝血分身对陆叶来说 不少有些饥饿了 唯一的好处就是迅速 突然 不像天赋树凝聚分身有机可循 所以如果将宝血分身 用在战斗中的话 陆叶不免有些遐想连篇 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 能打人一个出其不意 无论如何 宝血的诞生是个意外 能让陆叶多一种 对敌手段字是不错的 而且陆叶能感觉到 自身对宝血的了解还很片面 哪怕有诸多方才涌出的名物 也不能让他立刻就认识到宝血的价值 这些东西都需要日后慢慢去探索实践 他又忽然想起 当年得到圣血血脉传承的时候 那传承内蕴藏着血脉修行至极致 可以滴血重生的信息 当年的陆叶知事真糊 自然嗤之以鼻 如今修为到了星宿 眼界比起当年也高出不止一筹 如今再看 滴血重生没什么线索 可谁能保证圣血血脉再有精进的话 宝血会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陆叶发现自己以后多了一件事 那就是要凝练宝血 刚才宝血之诞生了一滴 算是体魄之精被催炼到极致后的变化 但他还可以凝练更多宝血储存在体内 待到有需要的时候再用不迟 想了想 到时候一滴宝血就能化作一具分身 若是十滴 百滴呢 妥妥的一只陆叶打军 每一个都能发挥出他的全部实力 最让他安心的是 宝血化作的分身 连衣物都可以幻化出来 不像天赋树分身 每次他还要给分身一套衣服穿上 第1648张楼塌了 陆叶返回了三界岛 自身眼下的体魄已经淬炼到了极致 没必要再在海下逗留了 穿过门户时 正见几个人鱼族女子在一旁等候 见到陆叶 盈盈行了衣礼 一头扎进门户 毁了人鱼领地 在海下修行的这段时间 陆叶虽然一直没有回来 但每隔几日都会打开一次门户 人鱼族那些经他出手解决咒读之力的族人 需要借助门户来往海上海下 所以眼下的三界岛 不单单只有三界修士 还有一些人鱼族的族人 他们结伴而行 四处领略海上的风光 着实开了不少眼界 不过赶出去的都是人鱼族的女子 男性人鱼还只能在三界岛上溜达溜达 无他 人鱼族女子表面看起来跟人族无异 只不过个个都貌美如花 可人鱼族的男子就不一样了 他们长得凶神恶煞 虽说也能化作人形 可出去抛头露面的话终究有些不妥 只在三界岛上溜达还没太大关系 神念铺展开来 陆叶发现整个三界岛上的修士 虽然比以前增加了一些 但热闹程度确实减少了很多 三界岛的基础基业早已打造完毕 眼下三界岛虽还没有达到中等领导的程度 但这数月时间积累下来 距离中等领导也相去不远了 再加上本岛有了稳定的领域收入渠道 所以三界修士大多都在修行的状态中 如此一来 整个领导自然就显得比较安静 没有那么多人出没的痕迹 陆叶估摸着 照着的速度 再过一两月 三界岛晋升中等领导妥妥的 到时候三界修士在这边修行起来 不但可以借助领域 还能借助领导本身的底蕴 修行效率必然大增 但日后晋升上等领导就更不得了 陆叶现身之时 卵小鹅与汤君几乎是前后脚赶了过来 老汤看着久不露面的陆叶 你小子终于舍得回来了 修行耽搁了一些时日 陆叶随口解释道 汤君明显不幸 据说陆叶与人鱼族的公主关系很不错的样子 一直留在海下不回来 谁知道她是不是现在温柔乡里了 人鱼公主啊 神色一素 有事跟你说 陆叶点头 正好 我也有事跟两位说 卵小鹅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去义士殿吧 少卿 义士殿中 三界岛三大岛主齐聚 陆叶取来花牵引当初送她的灵茶 泡了一壶 给卵小鹅和汤君道上 汤君品了一口 觉得这茶当真不错 便直接把茶壶拿了过去 她也算是见过失面的 当初在无双岛当供奉长老的时候 有不少势力托关系托到她这里来 收了不少好茶 可那些灵茶与眼前相比 似乎都有所不如的样子 感觉上 饮了这茶 连心神都安宁不少 长期饮用甚至能增进修为 提升实力 这很难的 要知道她可是一味月瑶中奇 寻常灵茶入了她口 也就品个味道了 根本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作用 陆叶这茶档次明显不低 狗大户 两位有什么事 陆叶一边喝茶 一边问道 卵小鹅道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更不是我们自家的事 汤君在一旁插嘴 是天燕岛那边的事 天燕岛怎么了 陆叶心有猜想 可还是问了一句 汤君抱着茶壶 黑黑一笑 天燕岛那边的层次 有衰弱的迹象 老夫前些日子 特意去看了一下 发现还真是的 眼下天燕岛 大概只是一座上等领导了 他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心情明显很不错 天燕岛就是无双岛 无双岛是从他手上丢掉的 哪怕陆叶说领导丢了就丢了 人只要没事就好 可那终究是一座顶级领导 汤君表面看开了 可心里哪有那么豁达 他一直惦记着什么时候 能把天燕岛抢回来 却也知道这的想法不现实 人家天燕岛是本土的介域 背后有一整个万象星系 谁能攻占 前些日子忽然听说天燕岛有了些变化 立刻便前去查探 结果发现天燕岛真的 只是一座上等领导了 一时心花怒放 觉得这是天燕岛的报应 天燕岛的变化蛮不过有新人的感知 哪里本就是一座商业领导 来往修饰多不生暑 所以消息根本没办法封闭 上等领导与顶级领导 说起来之差一个层次 但实际上却是天差地远 一个没有领域矿脉 一个有领域矿脉 价值上根本不能同等衡量 领导这种东西 从下等到上等 知识品质上的提升 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唯有变成顶级领导了 才是根本上的变化 要不然当初天燕界也不会想方设法把无双岛拿下来 九言的面子终究还是要顾及下的 可顶级领导的诱惑 任谁都无法忽视 而且听说天燕岛那边的情况一直在变化 要是有一天那天燕岛变成中等领导 下等领导 再变成荒岛 嘿嘿 那就有好戏看了 抢下无双岛 天燕岛算是得罪了九言 若是好好的一座顶级领导 变成下等领导乃至荒岛 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难怪汤君如此幸灾乐祸 对此情形 陆叶早有预料 无双岛的盛况是小新秀殿成就的 他当日拿回了小新秀殿 无双岛早晚要被打回原形 之所以能继续维持 那是因为此前积累的星空能量很多 如今只有消耗 没有积累 自然品级不断跌落 眼下已从顶级领导跌落成上等 以后跌落的速度还会更快 用不了半年 天燕岛就会化作一座荒岛 也不知天燕界那些强者到时候该做何敢想 小子 还真因了你当初那句话啊 汤君笑呵呵地 当初陆叶在车铃界外与楚深分别的时候 跟楚深说过 坐看他起高楼 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如今 这楼可不救他了吗 说着说着 汤君忽然神色疑速 仔细想想 事情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无双岛是当初陆叶入主之后才开始转活 慢慢变成了顶级领导 等无双岛被攻占 陆叶归来之后 好端端一座顶级领导几个月时间就衰弱成 上等领导 走回头路了 而三界岛这样的荒岛 却莫名转活了 而且品质正在提升中 就跟当年的无双岛一样 汤君心头一涂 忍不住看了陆叶一眼 这里面 该不会有陆叶什么事吧 要不然事情怎么这么巧合 还有当初选择三界岛 打造无双岛基业的时候 陆叶似乎笃定这座荒岛能够转活一样 事实证明 他的眼光不差 但这跟眼光似乎扯不上关系 可要说三界岛和天燕岛的变化 真的跟陆叶有什么关系 汤君又有些理解不能 这到底是什么惊天手段 能随心随意地改变领导的挺直 小子你 汤君张口 陆叶转头望来 见汤君预言又指了一阵 最终还是道 罢了 不管这是跟陆叶有没有什么关系 终究是他喜闻乐见的 而且陆叶真要是有这种离谱的手段 自己还是少打听的好 两位要说的就是这事 陆叶问道 汤君点点头 就这事 也没旁的了 最近三界岛很安宁 底下的新秀们都在修行 唯一与以前不同的 就是不少人鱼族在这里出没 你要说什么事 汤君问道 他还记得方才陆叶的话 我要离开一阵子 陆叶开口 此时他之前就跟面前两位打过招呼 那个时候时机未到 还有一些事要忙 暂时脱不开身 如今该忙的都忙了 新秀竟也修行到了极致 他该去追求更高的境界了 阮小鹅道 多久回来 别看陆叶知识新秀 修为比他若很多 可自来了新秀海 他就是三界修士的主心骨 眼下三界岛的种种变化 都是他一粒促成的 不说别的 若没有他促成与人鱼族的交易 三界修士如今哪有充裕的灵域修行 三界岛的防护大阵也根本没有资金完善 对比之下 阮小鹅就觉得自己很没用 除了一身月瑶后期的修为 其他什么也拿不出手 陆叶摇了摇头 暂时不知 不过应该不会太快 魂祖祖地在什么地方他不清楚 得先把离商送回去 他才能忙自己的事去一趟那阴阳大漠盘 软小鹅略一沉吟 开口道 本岛如今在持续转活中 按汤道友当初的经验来看 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 本岛有望在一年内晋升成上品领导 不提上品 便知是中品 对外界修士也有足够的吸引力了 可咱们三界修士这点底蕴 怕是敌不过太强的对手 若是有敌来犯的话该如何是好 汤君在一旁道 是啊一夜 我与鸾道友最近一直在操心此事 你与人鱼族关系不错 所以能不能请他们到时候出手相助 当然 若是一切安宁自然无事 陆夜与人鱼族的关系很好 这点他们是知道的 可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他们就搞不清楚了 文言 陆夜道 这一点两位不用担心 人鱼族的基业虽然在海下 但咱们三界岛其实也是他们出海的中转之地 他们想来海上 就必须得经过三界岛 我帮过人鱼族一个小忙 如今咱们彼此之间又有长期的交易合作 他们可以说是三界岛最坚实的盟友 本岛若是有难 你们只管向人鱼族求援即可 第1649章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所谓盟友 想要维系 无非两种手段 一是情感上的羁绊 二是利益上的牵连 三界岛与人鱼族两者皆有 自然牢不可破 当然 无论是情感羁绊还是利益牵连 中书都是陆夜 眼下三界岛本岛的底蕴虽然没太大变化 可拥有人鱼族这个坚实的盟友 自保的力量可就不是当年的无双岛能比的了 真要有敌来犯 三界岛这边随随便拉出五个月 遥后期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新秀 三界五百人加上人鱼足近两百 足足七百人的阵容 守住一座领导问题不大 这也是陆夜能够放心离开的原因 无双岛那样的事来一次就行了 总不能自己辛辛苦苦打造好基业 传扬出名声 总是被人纠占雀巢 若如此的话 那就没问题了 软小额点点头 陆夜既然说人鱼族是三界岛最坚实的盟友 那他也不需要再担心石磨了 陆夜取出遗物 开口道 此物师姐收好 这是打通前往人鱼族领地的关键 他要离开三界岛 青海罗自然不能带走 万一到时候需要找人鱼族借兵 就只能借助青海罗打通门户 所以这玩意的留下来才行 水渊和花瓷都在忙着炼丹 而且他们都知是新秀前期 陆夜思来想去 这海罗还是得交给鸾小鹅保管 对着青海罗 鸾小鹅并不陌生 因为他之前看过陆夜吹响这海罗 知道它的作用 郑重接过 鸾小鹅道 师弟放心 此物我会好好保管 但你归来之时必然完整无缺地还给你 又与鸾小鹅和汤君说了一会话 陆夜这才起身离去 三界岛这边已经稳定了 眼下要人要人 要灵域有灵域 三界修事要做的就是赶紧提升自身修为 陆夜也能放心离去 离开意识店 陆夜去了丹房 与正在忙碌练丹的二师姐和花瓷聊了一阵 得知他要离开 水渊之士叮嘱道 出门在外 小心为上 不该凑的热闹不要去凑 不认识的人也要警惕 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 尤其是一些漂亮的女子 絮絮叨叨叮嘱了一阵 水渊忽然失笑 罢了 论见识你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多 不能把你当小孩子看了 总之 平安归来 陆夜不住地汗手 其实这样被惦记许刀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他看向花瓷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花瓷想了想 大有深意地看着他 少沾花蚓草 我是那种人吗 陆夜义愤填膺 呵呵 花瓷轻笑 手上往丹湖里投着药材 陆夜没脾气 取出一物丢给花瓷 这个东西你拿着 花瓷一把接过 好奇帝望着手中那泛着金光的骨钱 隐约有些察觉 一宝 算是吧 陆夜点头 能有多大威能 花瓷问道 一宝的威能一般都比较大 陆夜在临走之前把此物交给他 明显是想让他有一定的自保本钱 所以花瓷估目着凭自己的实力激发这枚金钱 大概能发挥出新秀后期的力量 马马虎虎对付个日照 花瓷手一抖 水渊也正恶地望着他 似是想从他脸上看出有没有在开玩笑 我验证过了 此前跟烟秒大长老从海下游回来的时候 遇到个日照新兽 就是凭借此宝解决的 陆夜当下将当时的情景到来 花瓷这才了解 所以说 这宝前有定数之效 本身并无杀伤 怪不得威能这么恐怖 能对日照起作用 没错 陆夜点点头 你用过之后 把它丢进万象海里浸泡一阵 它的威能就能恢复了 至于怎么丢进万象海 那也简单 找根于线绑住就行 花瓷一言不发 又将宝钱丢了回来 你自己带好 我可不想当把 话没说完连忙顿住 陆夜笑盈盈地望着他 挂时吗 反正你也带好 花瓷不揭察 陆夜出门在外 有这样的宝钱防身 那就是一道保命的本钱 留在这里算怎么回事 陆夜抓住他的手 又将宝钱拍在他手上 我另有保命之物 而且这宝钱围有在万象海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否则我就算戴在身上 也只有一级之力 在万象海就不一样了 一级之后还能有一级 一级一级源源不断 戴在身上 哪有那么多灵欲 让他吞噬 花瓷显然不相信 只是盯着他 表情坚定 陆夜无奈 只能稍稍催动 红浮之威 花瓷这才是然 有一道红浮在身的话 确实有自保的本钱 我听说当年在无双大陆外 你就是凭一道红浮 斩杀了一位月瑶 你手上哪来这些红浮 花瓷好奇问道 据他所知 红浮这东西 只有精通浮传的日照 才有几率炼制出来 当年陆夜才刚修行 至新秀静没多久 就有红浮了 就很不合理 呃 一位前辈赠送的 我帮了人家一些忙 陆夜挠挠脸 花瓷看了他一阵 忽然玩耳一笑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陆夜 你跟我过来一下 缓缓起身朝外行去 陆夜心头一跳 忙道 有什么事在这里说就行了 你也太拿二师姐当外人了 快滚 水晕有所意识 一脚踹出 将陆夜踹飞了出去 三日后 陆夜找到了黎商 道友 可以出发了 黎商担忧地看了陆夜一眼 我不急的 要不你休息几日 你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无妨无妨 陆夜吸了吸鼻子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咱们还是赶紧出发要紧 你这么久不回家 家人应该担心了 黎商一头雾水 不过陆夜这么坚持 他自然不会推脱 而且确实想回祖地了 那我稍做准备 道友稍等片刻 黎商点头 忽然又想起一事 压压那边 压压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让他留在这里 由我二师姐他们照看 问题不大 离开之前 该处理的事自然都要处理好 压压的事他并没有忘记 不过他这一趟不好 带上压压一起 就只能委托二师姐 他们帮忙照看 压压本人虽然有些不舍 可还还算懂事 只是要陆夜早点回来 陆夜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并且表示回来之后 给他带很多好吃的果果 那就好 黎商叹息一声 他这边不准备跟压压道别了 免得难受 想来以后一直见不到他 压压也会慢慢把他忘掉 黎商去准备离开之事 陆夜等了片刻 却见依依骑着琥珀 悠哉悠哉地走了过来 站到他身边 歪头笑盈盈地望着他 陆夜忽然生出一些不好的感觉 皱眉道 你做实吗 依依道 跟黎商姐姐去魂祖祖地啊 胡闹 陆夜板着脸训迟一声 去那坐肾 乖乖留在三界岛 之前黎商说想带依依和琥珀去魂祖祖地的时候 陆夜并没有拒绝 只是让他自己试试看 因为他觉得依依肯定不会同意的 毕竟两人分开太久了 难得重新聚集在一起 依依怎么可能会离开 谁曾想 依依居然被他说动了 也不知黎商跟他到底说了实吗 反正最近一段时间 黎商跟依依一直形影不离的 依依道 可是陆夜 我算是魂祖 我之前修行的路子都错了 只有去魂祖祖地 才能找到适合我自己的路 与陆夜的修为差距越来越大了 再这样继续下去 早晚有一天自己将帮不上任何忙 只会成为累赘 但若是修行了魂祖的秘书 那就不一样了 到时候哪怕他的修为跟陆夜还有差距 可只要施展复魂之术 就能给陆夜提供巨大的助力 他还有琥珀 这是魂族天然的圣兽 唯有魂族才有法子将琥珀的潜能完全挖掘出来 陆夜瞪眼 可听了依依的话 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劝说 忽然有些理解二师姐之前的心情了 一直将依依当成小孩子看 可事实上依依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他也是新秀 也希望变得更强 好不好嘛 你就同意了吧 一一拉着陆夜的手 一边摇晃一边撒娇 而且黎珊姐姐会照顾好我的 你不用担心 还有琥珀呢 琥珀到了那边会受到最热情的欢迎 有她在 我不会被欺负 陆夜沉着脸一言不发 一一把小脑袋凑到她眼前 眼汪汪地看着她 娇滴滴滴 陆夜波浪好波浪好波浪好少来 陆夜偏过头 听到一一要跟黎珊去魂祖祖地的时候 她本能地要拒绝 但转念一想 自己这边也要离开三界岛 让一一留在这里等自己吗 就跟以前她离开九州 一一一直在九州等着一样 可无论九州还是三界岛 都是自己熟悉的地方 自己想找一一随时可以找到 魂祖祖地不一样 哪里自己一无所知 一一去了哪里 自己想找她都找不到 但若真的因此而耽误了一一日后的前途 自己又于心何忍 陆夜一时间心头天人交战 第1650张一一的坚持 反正就是不许去 思量许久 陆夜才硬下心肠 她很少对一一用这么重的口气说话 但这次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仙元城的仙辈们去魂祖祖地 那是没办法 因为他们不可能一直在仙缘城中沉睡 一一与他们终究是不太一样的 哪怕到时候有黎伤照顾 可黎伤终究也只是个新秀后期而已 魂祖祖地那样的地方 亘古至存 强者怕是不少 万一一一到时候受了欺负 谁给他出头 再者说 谁又能保证魂祖那些强者 不会对琥珀动什么歪心思 一一与琥珀的羁绊可不是一般的深厚 琥珀是将一一当成主人来看待的 到时候万一来溢出 皮肤无罪怀避其罪的戏码 单凭离伤可照顾不好一一 所以哪怕觉得有些对不起一一 陆夜还是不太敢让一一过去 无非就是魂祖的修行之路 等自己日后强大了 亲自去造访魂祖祖地 给一一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应该没问题 一一鼓着腮帮子望着他 气呼呼地 我就要去 一 反了你了 陆夜转头看向虎珀 看好他 哪里都不许去 只要虎珀不离开三界岛 一一就走不掉 虎珀缩着脖子站在一旁 撇开目光 你们两个吵架 别把我牵扯进去啊 我只是一头虎 我无辜 你 你 你独断专行 一一委屈坏了 陆夜转身 甩给他一个后脑勺 独断专行就独断专行了 就知这一次 没敢去瞧 一一的表情 陆夜又去寻了一趟二师姐河水渊一趟 李商那边没什么太多要准备的 片刻后 李商入了陆夜的神海 陆夜挤出自己的星舟 朝外掠去 如何去魂祖祖地 陆夜毫不知情 但李商总是知晓得 一番交流之后 陆夜在星舟上取出了星图 确定了方位 此去魂祖祖地 先要通过虫道 进入一个叫苍月的星系 这个苍月星系的底蕴如何 陆夜不太了解 毕竟没接触过 但他如今只是一个星秀 从苍月星系借到的话 倒是没什么问题 甚至说 如果不是要通过有月瑶镇首的虫道 陆夜进入苍月星系完全不需要跟旁人打什么招呼 一个星秀 来就来了 苍月岂会在意 当然 前提是陆夜不在苍月星系搞风搞雨 出了万象海 只朝连同苍月星系的虫道飞去 不过苍月星系的虫道距离万象海有些远 位置上在万象星系这边也有些偏僻了 所以还需要歇时日 沿途所过 倒也还算安宁 陆夜的速度并不快 端坐在星舟上 他愁眉不展 叹息不断 仿佛因家里孩子不听话而交心的家长 你这又是何苦 明知阻拦不了的 黎商的声音响起 陆夜就很好奇 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 他还很少对什么事情这么执着 甚至宁愿让自己不高兴也要坚持原来的想法 黎商道 他的执着来源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应该知道 黎商失笑 我此前劝说他随我一起去阻地 但他从来没有松过口 直到有一天 他忽然跑来问我复魂之术的事情 才决定跟我一起去阻地的 所以他要跟回去 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强 而是想有朝一日 自己能帮得上你的忙 陆夜沉默了 许久之后 他才开口道 若跟你去了魂族祖地 你确保他不会被你们的族人欺负 琥珀也不会被你们的某些族人觊觎 黎商道 任何地方都是有竞争的 我们魂族祖地也不例外 我不能保证他在魂族祖地顺风顺水 但可以保证的是 他所有得到的待遇都是公平公正的 至于琥珀 我魂族一直将白虎一族当成圣兽 谁敢动不应该有的心思 那就是全族之底 黎商说得很诚恳 这几年接触下来 他什么性格陆夜自然是清楚的 不至于跟自己撒谎 但有些事 他终究不能完全放心 黎商道 你指望一一毫无忧虑 毫无压力地成长 那是不现实的 你想想自己的经历 你如今有超越星宿的实力 这期间经历过多少磨难和坦坷 就是因为自己经历了 所以才不想自己亲近的人去经历 沉默间 陆夜忽然转头 朝来路望去 某中一片森冷沙鸡 找死 万象海从来都不是安宁之地 除了本星系那些界域附近的空域之外 其他任何地方都可能爆发冲突和战斗 这一点 陆夜在当来万象海的时候就领教过了 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不劳而获 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在万象星系各处游荡 寻找适合的下手目标 通过劫掠旁人的方式来获取自己的修行资源 不过一般会这么做的 出身都不咋样 因为若是出身大势力的话 背后的势力大概率会有自己的领导 不至于跑出来干这种事 一一来万象还没多久 但也跟小呆小歪他们接触过很多次 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万象海的混乱 可他这时没想到 自己才第一次单独行动 就真的遇到这样的事了 他一身白衣 娇小的身姿骑在琥珀身上 望着承包加姿势将自己包围的三道身影 两男一女 修为都不高 从他们身上的灵力波动来看 女子有新秀后期的样子 两个男子都知是新秀中期 左手边那的男子一脸猙獰 小鬼想活命的话就乖乖把除物戒交出来 说话间 盯了一一手上的几枚戒指 一一看了他一眼 觉得这家伙好丑啊 脸上纵横交错的好几道疤痕 不过人家虽然看起来凶神恶煞 但一一一点都不慌 因为他知道有人不会让自己被欺负的 见他一脸的无动于衷 这男子顿时怒了 小鬼跟你说话没听到吗 右边那的男子黑黑笑了一声 怕不是吓傻了吧 那修为最高的女子一脸冷力 低喝道 少啰嗦 直接动手 别伤了他的坐骑 这白虎看着不烦 或许能卖个好价钱 他这边发话 两个新秀中期自然遵令 一人悍然朝一一那边扑杀过去 一人周身灵力翻涌 抬手一道竖法的光芒打出 直朝一一照去 这竖法没太大杀伤 主要是爬上了琥珀 有的知识束缚之效 一旦一一被束缚 那可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了 面对这样的攻势 一一就像是没反应过来 依然端坐在琥珀背上 一动不动 甚至就连琥珀 也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新秀后期的女子健壮 不禁判断这个小姑娘 怕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和人间险恶的 否则一个新秀前期 怎么可能孤身来到这种地方 反应还这么迟钝 然而就在这时 女子忽然心头一跳 一股强烈而凌厉霸道的气息忽然 由远及近迅速逼近 女子猛地一转头 甚至都没看清来人是什么样子 就知见到一道雪光骤然停在了 那骑着白虎的小姑娘面前 打到一一面前的束缚束法被那雪光一冲 轰然崩碎 紧接着那雪光之中一道刀光闪过 才刚冲至依依面前的新秀中旗身子陡然将在原地 保持着出手的姿势 一动不动 一瞬间的沉寂 雪光轰然爆发出来 浓稠雪光的包裹中 有一道身影在视野中扭曲 仿佛绝是魔神降临 哪怕从那雪光之中跌宕出来的气息 同样是新秀后旗的程度 可女子却忽然肝胆剧烈 心神阵战 难以置信 新秀后旗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势 你们 在 干 石 末 雪光之中 传来森冷如冰的声音 让女子和另外一个同伴不由自主递打了个寒战 直到这时 两人才惊恐地发现 先前朝那的小姑娘扑杀过去的同伴生机已绝 一颗头颅伴随鲜血的喷涌冲天而起 他们甚至没看清同伴到底是怎么死的 不可力敌 新秀后旗的女子自身的警罩从未有这一刻强烈 想都没想 转身便要顿头 然而还不等她有什么动作 雪光之中又有刀光闪现 女子脸色大扁肩 耳畔边隐约听到了一声售吼的咆哮 眼前似乎也出现了一张獠牙壁露的血盆大口 一口将她吞没 紧接着意识沉寂 一同被吞没的还有那个方才施展束缚束法的新秀中奇 两个人修为虽然马马虎虎可出身明显不好 底蕴不强对付这样的人如今的鹿叶根本不需要费太大手脚 雪光包裹 扭曲得身影后方 骑着琥珀的依依眼睛弯成了月牙形 此前心中的小小委屈早已烟消云散 她就知道陆叶会来救自己的 她更知道陆叶一直都知道自己跟在身后 否则她不可能走得这么慢 这算石磨 那么强硬的不让自己去魂足足地 可行洞上却又拖拖拉拉 让自己有了跟过去的可能 依依心中顿时明白 陆叶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 浓稠雪光骤然一收 陆叶收刀归翘 转过身 沉着脸看向依依 方才被拦路时明明怡然不惧 神情坦然若素的依依在陆叶望过来的一瞬间 脸色便骤然一垮 哭急急地从琥珀身上飞了出来 张开双臂朝陆叶扑去 哽咽不已 呜呜呜 吓死我了 第1651章入苍苑 训斥的话到了嘴边 陆叶隐生生给烟回去了 温香软玉在怀 感受着依依的鱼迹和惊恐 她连忙轻拍着依依的肩膀 不怕不怕 没事了 呜呜呜 好吓人 依依哭腔更浓 身子抖得更厉害了 可惜半点眼泪水都没有 安慰了好大一会功夫 依依的心情才渐渐平复 一旁虎珀舔着自己的爪子 虎童中满是无语的神色 依依还缩在陆叶怀里 陆叶伸手抓住她的肩膀 将她摆正在自己面前 一脸严肃 现在知道外面有多凶险了吧 依依擦拭眼角不存在的泪水 小脑袋点成小鸡灼米 委屈巴巴 知道了 陆叶正想说 既然知道了 就乖乖回去 反正现在也没离开万象海多久 她把依依送回去的话用不了几天 却不想没等她开口说话 依依就接着道 陆叶你放心 我一定跟好你 这般说着 又笑嘻嘻地挽住了陆叶的胳膊 一副不会离开她左右的架势 陆叶眼角抽了一下 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 依依跟在身后 她早就知道了 否则也不会走得这么慢 真要甩开依依的话 她随便提点速就可以了 琥珀可跟不上她的速度 本以为经历这一次凶险 依依会改变下想法 谁曾想根本不是这样的 不过 陆叶差异地看了她一眼 抽出被她挽住的胳膊 你长大了 不要跟小孩子一样 我喜欢 依依哼了一声 又把陆叶的胳膊挽住了 陆叶无可奈何 感受到她的心情 依依的眼角又弯成了月牙形 如今这情况 想把依依赶回去 怕是不太可能了 就算自己真的甩开她 也只会让她承担无谓的风险 真要是在遇到之前的事 谁能保证依依可以平安度过 没奈何 陆叶重新寄出了自己的新周 带着依依走了上去 依依欢呼雀跃 甚至没忍住窜起来捧着陆叶的脸 在她脸上巴击亲了一口 我就知道陆叶最好了 陆叶摸着被亲的地方乱了好一会 才脸色疑速 别高兴得那么早 这一趟你跟我走 至于要不要进魂族祖地 到时候再说 若有机会的话 她想进魂族祖地亲自看一看 但据黎商说 魂族祖地那地方比较特殊 唯有魂族才能进入 如陆叶这样有血肉之躯的生灵 是根本不可能进入其中的 这也是为什么亘古至今 魂族祖地能安然无恙的原因之一 血肉之躯不可入 魂族祖地几乎无人能够攻破 更何况魂族强者的数量可不少 其底蕴之强完全不逊于任何一座顶级界域 如今这情况只能先把依依带在身边 回头看看情况再说了 依依一脸的无所谓 反正她是看出陆叶的口不对心了 回头到了魂族祖地 她往里面一攥 陆叶还能把她抓出去不成 星周上 陆叶盘息坐了下来 依依靠在她怀里 回头到了魂族祖地 一旦分开 再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依依无比珍惜这难得的时光 半月之后 一座重蹈入口的门户远远呈现在视野中 重蹈旁边有一块浮路 浮路上建造了几座宫殿模样的建筑 这应该就是苍越星系的修士在这里打造的注点了 此地必然是有月瑶修士坐镇的 进出此重蹈的修士都要接受盘查 对面也有 所以想要进入苍越星系 还得得到坐镇在这里的月瑶修士的同意才行 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的 因为苍越星系的修士也会通过别人的重蹈 进入别的星系 若是大家都封锁自家重蹈不给旁人进 那星系间的修士也没法来往 不比当初陆叶带着三界和四方星系的船队 规模浩大 区区一个星宿通行 基本没问题 来到福禄前 陆叶收了灵舟 立刻便有察觉到动静的修士从一座宫殿中迎了出来 是个星宿中期 自然是苍越星系的修士 在这里坐镇的是月瑶强者 但肯定不止一个月瑶 总是需要有人打打下手 处理下琐事的 一般被分配到这种地方协助本星系月瑶的星宿 都是有些来历的 因为在这种地方做事 不但有丰厚的月缝可拿 还能捞些油水 这星宿中期长的肥肉大耳 看着憨态可局 陆叶第一时间就想起了宾州的庞大海 一般来说 这样的人不难接触 前提是好处到位 这胖修士走上前来 打了个击手 这味道有请了 不知道由此来 有何贵干 陆叶还了一礼 开口道 想借柜星系虫道一用 还请通融 胖修士眼睛一眯 借道 常有的事 不过还请道友见谅 我这边需要做些登记 所以需要询问道友一些事情 这般说着 便直接拿了一枚预检出来 一副准备登记的架式 道友请问 陆叶知道这是正常的程序 哪怕苍叶不在乎一个星宿进入 可一些情况还是要打探的 胖修士当即便问了陆叶一些问 问题 比如出身来历 如今在万象海参居住何处 进入苍越星系的墓地等等 陆叶依依作答 出身来历这种事没法查 所以陆叶爆出无双路一夜的名号 胖修士也只能记录 至于进入苍越星系的墓地 陆叶告知知识单纯的借道 要通过苍越星系进入下一个星系 这些是同样是没法细查的 苍越那边不可能派一个人跟在陆叶身边将他送走 所以这边的登记 只是单纯地走个过场 这也跟陆叶修为不高有关系 真要是月瑶或者日照来 那就不是这样的待遇了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胖修士呵呵笑着望着陆叶 道友应该知道规矩的 两人一寿 所以他手指搓了搓 陆叶问道 怎么收 胖修士道 按人头算 每人一千灵域 有点贵 可这也是应该的 因为修士一旦进入别人的星系 在里面是可以搜集到灵域的 本星系的灵域被人搜刮走了 自然要收取一定费用 陆叶眼下虽然没有多少灵域撑腰包 可以两百万还是有的 三千灵域的是 自然爽快之父 果然 这种胖乎乎的家伙一般都比较贪财 只要灵域到位 什么都好说 若是灵域不到位 只不定要被怎么刁难 收了灵域 胖修士立刻取出一块令牌来 道友持此令进去即可 不过规矩还是要说一下的 苍越星系内的灵域 道友不可收集 话是这么说 陆叶真要干了也没人知道 前提是不被发现 所以大多数修士进了别人家心系 哪怕被这么叮嘱 也不会太放在心上 这就可以了吗 陆叶接过令牌 本还以为要跟坐镇这里的月瑶渐渐 谁曾想知是一个新秀就处理好了 他连人家的大殿都没进去 本就不是什么麻烦事 胖修士呵呵一笑 又行一礼那就住到有前途安顺 拨谢 陆叶到了生谢 便带着琥珀和依依朝虫道方向行去 望着陆叶离去的方向 胖修士脸上愈发爽朗 真开心又入手了三千灵域 要知道这些灵域 哪怕要拿出去跟其他几个师兄弟分润 每人也能分好几百了 这种别人送灵域上门的好事 除了坐镇此地 其他地方可没有 很快陆叶等人便来到重道前 感知之下 这个重道是很稳定的那种 换句话说 穿行不过去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这让陆叶不禁想起玉罗那边的重道 可以确定的是 那重道连通的就是万象星系 可因为才刚刚诞生没多少年 一直没有稳定 当初他和汤君若不是借助了虚空兽的星河 根本别想从中脱困 也不知那重道需要多久才能稳定下来 到那时候 玉罗的修饰想来万象星系就方便多了 再不需要折腾好几年的时间 甚至就连四方星系都能跟着一起受益 他们到时候从玉罗的重道进入万象星系 总比通过雾龙 借道掌云要好得多 但是时间上就节省很多 但并非每一条重道都会稳定下来的 有些重道始终那么混乱 无法动用 有些重道甚至会再次崩塌 所以玉罗的重道能不能用 什么时候能用 全看天意 人力根本无法干涉 穿过重道 一行抵达了苍叶星系 这边同样有一块浮路 陆叶等人现身之时 从那边有修饰迎来 检查了一下陆叶方才花费三千零欲得到的令牌 确认无误之后直接放行 即出新周 在黎商的指引下陆叶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如何抵达魂祖祖地 陆叶一直没搞明白 因为黎商没有细说 只告诉他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 而且黎商给他的路线 也知道苍叶星系 陆叶不免有些怀疑 难不成那魂祖祖地就在苍叶星系中 可若如此的话 苍叶星系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呢 思来想去想不明白 只能到时候再确认具体情况了 第1652章超乎认知 进入苍叶星系足足两月之后 陆叶才在黎商的指引下来到一处未至 此地明显比较荒凉 附近根本没有介域存在 也基本不见修饰的身影 到了此地之后 黎商便让陆叶寻了一颗死星 星周始入其中 那魂祖祖地 真的在苍叶星系啊 陆叶颇有些诧异 因为据他所知 迄今为止 还没人知道魂祖祖地的具体位置在哪 不曾想 这个无人知晓的秘密居然就这么对自己敞开了 陆叶是有些好奇的 很想知道 那魂祖祖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四世看出了陆叶心中的想法 黎商微笑地解释道 祖地并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陆叶愕然 既然不在这里 那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黎商解释道 祖地有离于星空之外 可以说无处不在 但又不在任何一个地方 所以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真正地发现过祖地 这话把陆叶说糊涂了 略意沉吟 陆叶开口道 秘境 也只有秘境 会有这种奇怪的特征了 可要说他无处不在 那就有些太夸张的 星空浩瀚无影 没有什么秘境能覆盖到整个星空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魂族阻地是游离于星空之外的 另外一方空间 所以才从未有人真正发现过 类似 但不完全是 黎商一边说着 一边抬起一手 手上慢慢凝聚出一点光芒 很快 那光芒就化作了一枚洁白的珠子 陆叶盯着那珠子 这就是魂珠 星寿有金河 妖族有妖丹 魂族也有类似的东西 那就是魂珠 陆叶以前只听说过 哪怕跟黎商认识了这么久 甚至一起经历过不少危机 也从未见到过他的魂珠 这玩意可是宝物 魂族之所以会被 星空中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觊觎 一来是因为 他们有极为特别的复魂之力 能够极大地增强被复魂者的实力 二就是因为这个魂珠了 这玩意内部蕴藏着 极为精纯的神魂之力 修士若是能够炼化的话 对神魂的提升是有巨大好处的 可以说 黎商的魂珠 比起那极品炼神 丹药好处不知多少倍 若非他修为之有星宿后期 魂珠的功效对日照不是很大 当年那位秦或他的日照 强者甚至要杀之取诸 一一姑且也算是魂族 可他之所以无非施展出负魂之术 就是因为没有凝炼出属于自己的魂珠 魂族的修行有自己特殊的法门 只有通过那种特别的修行方式 才能凝聚出魂珠这种宝物 继而掌握魂族的种种秘术 正是因为了解了这些 一一才会想着跟随黎商前往魂族祖地 黎商从未在路页面前展露过自己的魂珠 此刻取出显然要有什么大动作 祖地虽然无处不在 与星空每一个角落都有冥冥之中的联系 但想要加深这种联系 打开前往祖地的通道 就得借助魂珠 陆叶亚然 你的意思是说 有此魂珠 在星空中任何一个地方 你们魂族都可以返回祖地 没错 陆叶震惊了 方才他听黎商说祖地无处不在的时候 还没太多感受 只以为是一种夸大的说辞 可如今来看 这根本没有夸大 魂族祖地还真的无处不在 知识寻常人看不到 感受不到罢了 这跟修为高低无关 那魂族祖地 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要知道哪怕是轮回树 也只能通过散出一颗颗分身 让整个星空笼罩在自己的感知之下 而且这种感知还不是全面的 只有分身所在的位置或者介域附近 轮回树才能感知得到 没有分身的地方 它是感知不到的 魂族祖地若真的无处不在 那这一点的对比上 比轮回树的手段强大不止一筹 紧接着 陆叶又想起一个问题 既然有魂珠便可加深那种联系 返回祖地 那你带我跑到这里来坐实吗 理论上来说 在万象海那边 黎商就可以回去了 没必要浪费时间赶路 黎商微笑道 虽说只要有魂珠 魂族便可感应到祖地的存在 但想要打开前往祖地的通道 却不是随便什么位置都可以的 只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位置才可以 比如这里 陆叶这才明白它为什么要来此地 这么来看 魂族祖地并非在苍蝶星系中 而是此地有些特别 能够打通一条前往魂族祖地的通道 我实力不足 沟通祖地的意志需要的时间可能有些久 这段时间就要麻烦你护法了 黎商说道 陆叶汉手 放心 黎商当即盘膝而坐 闭上双眸 身上的魂力起伏波动起来 看样子是在借助自己的魂珠沟通祖地 陆叶忽然眉头一皱 传音道 依依 黎商刚才是不是说了祖地的意志 他方才没在意 此刻才猛然反应过来 魂族祖地有意志 这可有些非同凡想 九州也有意志 不过那是小九的意志 许多介遇也有属于自己的天地意志 但那种意志并不是清晰存在的 跟小九完全不一样 不知道魂族祖地的意志是什么样的存在 若是跟小九一样 那就不得了 有妈 依依明显没怎么在意 又可怜兮兮地望着陆叶 陆叶 真不能跟黎商姐姐一起去魂族祖地啊 不行 等黎商走了 你跟我一起 依依撅着嘴巴不吭声 不过眼珠子却在滴溜溜乱转 不知在打什么鬼主意 转头看了看四周 这里虽然偏僻 大概率不会有修饰前来叨扰 可总得以防万一 想了想 陆叶取指一旦 立刻便有三道雪光略出 转瞬间化作三道身影 一一定眼一看 顿时惊了 因为这三道身影赫然都是陆叶 而且在她的感知中 竟是看不出任何区别 甚至就连气息都跟陆叶一模一样 这三道身影 自然就是三滴薄血所化了 最近两月 赶陆之时 陆叶除了陪依依说话之外 就是在凝练自己的薄血了 除了当初将自身体魄脆炼到极致后 自然而然诞生的一滴薄血之外 这两月时间陆叶又凝练出两滴 无视她偷懒 实在是哪怕以她的底蕴 凝练薄血这事也非常不容易 如今她也只有这三滴薄血而已 陆叶陆叶 有好多个妮啊 一一兴奋递大海 抓住了陆叶的胳膊 陆叶有分身 她是知道的 可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 厉害吧 陆叶洋洋得意 一一把脑袋点成小鸡啄米 这是什么神妙手段 她也想学 不过可惜 她一眼就看出这分身 与修士的精学有关 她怕是学不了的 很快 三道分身便在陆叶的指使下 分散向不同的方位 负责警戒 一一望着三道分身离去 歪着脑袋一想天开 陆叶 以后等你有事离开了 留一个下来给我完败 陆叶失笑 那是分身 又不是阿猫阿狗 而且分身不能离我太远 否则就没用了 在于本尊的距离限制上 宝血分身与天赋数分身的差距很大 这一点不知道会不会随着修为的提升而有所改善 一一顿时露出失望神色 忽然发现这分身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三道分身警戒三个方位 若是有人前来的话 陆叶这边就可以提前知晓 好在这地方确实荒凉 莫说修士 便是新兽的影子都不见半个 离商那边一直端坐着 借助自己的魂珠沟通阻地的意志 魂力波动起伏不定 足足小半日功夫 那边才忽然生出一些变化 陆叶转头望去的时候 知见离商面前的虚空就如水面一般荡漾起来 紧接着空间模糊扭曲 转瞬间 那一片空间就化作了一片迷雾般的存在 迷雾持续扭曲 紧接着五颜六色的瞎逛折射而出 片刻后 一朵盛开的莲花呈现在陆叶的视野中 莲花宛若真雾 绽放无上霞光 美轮美奂 当它出现的时候 陆叶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神魂生出一种本能的渴求 似是肚子饿的时候闻到了肉香 立刻明白 这莲花一样的存在对神魂的成长是有巨大作用的 莲花怒放 花蕊位置处萦绕着最初的迷雾 不知通往何方 路叶压下那种本能的渴求 仔细感知 隐约能感觉到 自那花蕊之中有虚空的力量在跌宕 有点类似它在虫道中的感觉 不经动容 莲花的模样固然有些奇怪 但说到底 这本质就是一条虫道 一条通往魂祖祖地的虫道 那魂祖祖地到底什么名堂 竟有如此神妙伟丽 要知道虫道这种东西基本都是天生 哪怕是轮回数那样的存在 也没办法凭空打造出虫道 只能借助本体与分身的联系周转来往 可离商这边之事沟通了下魂祖祖地 一条小小的虫道就这么出现了 有些超乎认知 几乎就在陆叶震惊的同时 已经悄悄离开他身边的 依依忽然身形一窜 便朝那莲花窜了过去 但身形方动 后景伯就被一只大手掐住 依依转头 看着身后的陆叶 一阵手舞足道 陆叶放开我 别想了 陆叶哼了一声 第1653章魂祖祖地 不年相处 陆叶眼珠子一转陆叶就知道 他在打什么鬼主意 他还没决定到底要不要让 陆叶跟离商去魂祖祖地 自然不能就这么让他进去了 不过才刚把陆叶抓住 一声虎啸就从前方传来 陆叶抬头一看 顿时傻了 因为琥珀居然站在了那莲花上 有内鬼啊 陆叶千算万算 着实没想到琥珀会被刺自己 这显然是得了陆叶的叮嘱 要不然琥珀不可能这么做 他立刻明白了 一一的动作知识幌子 若能得逞固然不错 可若是不能得逞 那也可以吸引自己的注意力 琥珀就可以从容行事了 一一是琥珀转化的畅琳 琥珀若是进了魂祖祖地 陆叶能不让一一跟进去吗 琥珀做得好 一一被陆叶提在手上 哪还有方才的气恼 你出来 陆叶盯着那边的琥珀 方才还威风凛凛的琥珀 立刻低下脑袋 心虚地撇开目光 不能出来 一一对着琥珀叫道 别忘了我之前跟你说的事 陆叶哪里知道一一跟琥珀说过什么 可琥珀听了一一的话 竟然抬起了头 躲躲闪闪的目光也变得坚毅起来 没错 她跟一一的实力距离陆叶越来越远 想要变强 只有进入魂祖祖地 这是他们唯一也是最好的机会 否则单靠在万象海修行 永远也别想参悟魂祖的奥秘 陆叶叹息 孩子大了 不好管教了啊 一旁 黎珀谋光泛踩地望着琥珀 心情振奋 琥珀踏上那莲花 陆叶还意识不到石磨 但黎珀却知道 这就是琥珀有胜受血脉的最好证明 魂祖祖地 血肉之躯不可入 唯有胜受例外 若琥珀没有胜受的血脉 莫说踏上那莲花了 便是接触都不可能接触到的 此刻琥珀站在那莲花上 无疑说明他之前的眼光没错 琥珀真的就是魂祖胜受 之前没确定就罢了 如今既已确定 黎珊觉得无论如何都得让琥珀 带着一一进入魂祖祖地 否则这不单单是他们的损失 也是魂祖的损失 知识陆叶的态度 黎珊转头看向陆叶 正想劝说一二的时候 却见陆叶一步踏出 口中道 你不出来 我就把你抓出来 话落实 人已站在了莲花之上 探手就掐住了琥珀的后颈膊 黎珊眼睛猛地瞪大 这是怎么回事 琥珀有胜受血脉 能够站在那莲花上也就罢了 怎么陆叶也可以 总不能说陆叶也有胜受血脉吧 此时此刻 莲花之上 陆叶一手提着一一 一手提着琥珀 一灵一虎对视一眼 活感无奈 陆叶却争了一下 因为当他踏足这奇特的莲花之上时 体内的天赋术忽然有了一些奇怪的反应 这反应不是那种有外力侵入己身需要焚灭时的反应 是一种陆叶从未有过的感觉 好像体内的天赋术与脚下的莲花有了一点古怪的共鸣 不过等他用心感知的时候 却又没有什么动静了 没等他再考虑太多 莲花徐徐合拢 陆叶一惊 正要闪身离开 却骇然发现随着那莲花的合拢 自己的身躯竟仿佛定在了花瓣上 根本动弹不得 李商赶紧闪身而至 开口道 通往祖地的通道维持不了太久 这事要关闭了 倒有莫慌 依然震惊地望着陆叶 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祖地 好像并不排斥陆叶的样子 陆叶倒不是很慌 只是这事就有些莫名其妙 本来他还想看看情况 再决定要不要让一一进入魂祖祖地 这下好了 非得进去不可了 不但一一要进去 就连自己也得进去 也罢 正好之前就有这的想法 能亲自进魂祖祖地看看是最好的 他连忙构建虚空灵纹 下一瞬 三道雪光闪现 分散在外的三道分身被收了回来 化作三滴宝血侵入陆叶体内 莲花彻底合拢 消散得无影无踪 此地也没有重到残留的痕迹 被包裹在莲花之中 陆叶的身子才可以活动 放下提在手上的琥珀和一一 在琥珀脑袋上敲了一记 琥珀委屈巴巴地 一一才是主谋 他顶多算个帮凶 为什么挨揍的是他 几乎没有什么异样的感受 陆叶这边才教训完琥珀 那包裹着他们的莲花 就忽然崩散开来 这一瞬间 陆叶竟不由精神一震 神魂上居然传来无比舒适的感觉 好像鱼儿进了水中 鸟儿入了巢 他转头四望 发现自己就屹立在一片虚空之中 视野所及 一朵朵巨大的莲花印入眼帘 跟之前离商沟通祖地出现的莲花造型上 看起来差不多 但体量上就完全不同了 那些莲花有红色的 绿色的 粉色的 黄色的 紫色的 也有两色的 三色 直至五色的 整个世界 五彩缤纷 绚烂至极 这就是魂祖祖地 陆叶看的新奇 它也算是走南闯北 光是不同的星系 它就去过好几个 更见识过星空中不同的宏伟奇观 可还真没有哪一处地方 能有魂祖祖地这样奇特 虽在虚空中 但陆叶确定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星空 因为这里游离着一种奇特的能量 那是一种能对神魂有巨大注意的能量 换句话说 在这样的地方修行 对修为提升没什么帮助 可是对神魂的提升 却是难以想象的 哇 依依也看得目眩神迟 虽说离商跟她说过很多 关于魂祖祖地的事 但那毕竟知识耳闻 此刻轻见 才发现这个奇特的世界 比离商说的更美丽 她一下子就喜欢上这样的地方 尤其是这里的环境 让她有一种极为舒适的感觉 那种舒适 比陆叶的感觉更加强烈 甚至就连琥珀 都露出了迷醉的神情 陆叶忽然转头 看向离商 怎么了 离商此刻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自己 满眼都是不可思议的神情 道有你 为什么可以进来 离商满脑子疑惑 却不知该如何发问 嗯 陆叶皱眉 离商道 魂祖祖地 血肉之躯不可入 除了圣寿 自古以来就没有血肉之身的生灵进入这里 所以 你为什么能进来 陆叶正想说是那莲花将它包裹着带进来的 但转念一想 如果真的是血肉之躯不可入的话 那它确实不应该可以进来才对 它忽然又想起 在它踏足那莲花上的时候 体内的天赋树有了一些奇怪的反应 隐约与莲花有了一丝共鸣 但等它查探的时候 却又没任何发现 难不成自己进入此地 跟天赋树有什么关系 可天赋树与这里又有什么牵连 我不知道 陆叶摇了摇头 黎商也没觉得陆叶能给出答案 思量一阵道 如此看来 是祖地的意志允许你进来 所以才会放行 血肉之躯不可入 并非此界的限制 而是祖地意志在主导 若是祖地的意志愿意让陆叶进来 那自然是没问题的 可是 陆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竟让祖地意志如此对待 仔细想来 黎商发现陆叶确实挺特别的 最起码在遇到陆叶之前 他根本没想过有新秀修饰能有那么强的实力 或许 这是祖地意志悠待他的原因 想不明白 没法去探究 暂时按下心头疑惑 黎商道 随我来吧 我们要去见见职守的长老 无论如何 他这一趟带了圣兽回来 还有陆叶这个人族 都得跟职守的长老打个招呼才行 而且仙缘城的那些人 也得安置 这可不是他一个新秀能做主的事 不曾想 他这边话音财落 便有一道强大的气息从远处急速掠来 黎商连忙转头望去 陆叶也是神色一领 因为来人明显是个日照 几乎在感受到那气息的下一刻 陆叶的视野中就出现了一点光芒 紧接着那光芒就到了镜前 显露出一个青年的身影 这青年眨一眼看年纪不大 一身黑袍 但既是日照 表面的年纪已经坐不得准了 黎商一惊 连忙行礼 见过族长 暗暗惊讶 自己这边才当回来 族长怎么就过来了 而且他虽是魂族 也修行至了新秀 但说实话 这么多年也就见过族长两次而已 这是第三次 因为等闲时后 族中都是只有执手长老坐镇 族长是不露面的 族长 陆叶知道自己一个外人 进了魂族祖地 肯定是要去拜见一下这里的强者的 只是没想到 自己还没去拜见 人家就现身了 而且来的还是魂族的族长 这显然是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 仔细想了想 陆叶记起当初离商与轮回溯的对话 如此来看 这位便是那魂缺了 陆叶能感觉到 这位魂族族长比他见过的所有日照都要强大 唯一一个能与他相提并论的 可能就是马兵了 只不过陆叶眼下对日照的强弱 没有什么明确的感念 所以无法正确的比较 不过这位魂缺 绝对要比无定的那些日照强大很多 这应该是顶级日照了 见过前辈陆叶恭敬行礼 依依也在一旁跟着行礼 就连琥珀都低下了脑袋 第1654章无法有赏 魂族阻地空间中 一身黑袍 青年模样的魂缺感来时 一眼就看到了琥珀 凭他的见识阅历 自然认出了这只白虎拥有胜受的血脉 放在平时 这绝对是能让他欣喜之事 同样也是魂族的喜事 但此刻 他心中除了欣喜 更多的确实惊疑 因为祖帝居然来了一个人族 这是亘古至今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仅仅之事如此也就罢了 关键是这个人族的到来 似乎触动了祖帝的意志 他之所以赶赴至此 并非是察觉到了陆叶的到来 而是得到了祖帝意志的指示 所以才会来得这么迅速 仔细打量来人 修为倒是不高 只有新修的程度 但既能触动祖帝意志 可就不能简单地用修为高低来衡量他了 祖帝的来历 黎珊这样的寻常魂族不知晓 可魂缺毕竟是魂族的族长 哪能不知 正是因为知道 才不敢有丝毫轻慢 此时此刻 黎珊胆战心惊地望着魂缺 因为他之前偷偷跑出魂族祖帝 算是违背了祖训 如今回来肯定是要受到责罚的 本以为只要见见职守长老 了不起被关一段时间禁闭的事 谁曾想祖长大驾清零 自己偷跑出去的事若是被祖长知道 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职守长老那边或许会对他手下留情 可祖长这边绝对不会 心神不安间 黎珊连忙开口 祖长 我在外面发现了圣兽的血脉 但不确定到底是不是 所以便带他回来请您过目 说话间 黎珊又不免有些疑惑 因为祖长到来之后 更多关注的好像是陆叶 而不是琥珀 好像有些不对劲 他说完之后 魂缺着才一开盯着陆叶的目光 深深地看了一眼琥珀 微微汗手 确实是圣兽血脉没错 能进祖地 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若不是圣兽血脉 祖地意志是不可能放行的 那太好了 我还生怕自己看走了眼 黎珊一脸欣喜 这下可以将功赎罪了吧 自己虽然偷跑了出去 可带回来圣兽血脉 无论怎么说 被祖地都是大功一件 他不求赏赐 只要别责罚自己就行了 为了祖长 我还找到一些失散的族人 黎珊又连忙开口 嗯 魂缺露出不解神色 失散的族人 族长请看 黎珊连忙将那感万魂帆取出 恭恭敬静地地给魂缺 然后将先圆成的事情简单道来 魂缺拿着万魂帆 静静聆听 表情平静 直到黎珊说完 了解了其中原委 这才点头 抛雀肉身 以神魂之身苟延万年 抵御外敌 如此坚韧心性 有资格入我魂族 跨落之时 他手上唯唯一用力 万魂帆轰然崩碎开来 被这件摄取神魂加以奴役之物 魂缺显然没什么好感 紧接着他身上魂力涌动 破碎的万魂帆化作一个圆球 被他拿在手上 又丢回给了黎珊 既都是你带回来了 那就交给你安置 黎珊傻傻地接过 本能应道 是 可转念一想 自己安置 自己在魂族中知识一个小角色 要如何安置这么多族人 正头藤间 魂缺又对他打出一道五彩流光 自去选一座连路吧 见得那五彩流光 黎珊的表情骤然欣喜 探手抓住了那五彩流光 开心道 剥谢族长 魂缺又深深地看了陆叶一眼 转瞬离去 陆叶稍稍放松下来 他算是见过不少日照的 但这位魂族族长给他的压力的时有些大 好在对方看起来好像很好说话的样子 只不过 这里的情况跟自己想的好像有些不太一样 黎珊一直说 琥珀是魂族的胜兽 他本还以为琥珀来了这里 肯定要受到魂族的鼎礼膜拜 哪来不如此 也该假道相迎 谁知根本不是这样 不过人家族长都亲自露面了 无疑说明 琥珀对魂族确实重要 转头看见黎珊在一旁欣喜地把玩着一道五彩令牌 笑得眼睛弯弯 明显心情很高兴 这是时末 陆叶问道 黎珊收了五彩令 招呼一声道 先跟我走 路上跟你说 陆叶和依依琥珀便跟在了黎珊身边 沿途所过 看到了一朵有一朵的巨大莲花 有些莲花怒放 有些莲花知识呈花苞形态 姿态各异 霞光遍布 整个魂族祖地空间的景色绚烂无比 奇幻至极 你看到的这些莲花 便是莲路 黎珊一边四下寻觅着 一边开口跟路叶解释 魂族祖地是很特别的地方 这里没有外界的界域 也没有其他的容身之地 有的知识这样一坐坐莲路 我们的族人都居住在莲路之上 哪里也是我们的家 而莲路也是分品级的 看颜色多少就知道了 从一品到七品 色彩越多 品级就越高 一般来说 三品之下对应的是新秀之下的族人 他们会生活在一品或者两品的莲路之上 修为到了新秀 就可以选择一坐三品莲路了 而到了月瑶 才有资格选择五品 至于瑞兆门 都在七品莲路上 他一边说着 一边对着路页晃了晃手中的五彩令 我拿着这个 就可以选择一坐五主的五彩莲路了 他是新秀 按道理来说是不能选择五彩莲路的 那是月瑶的专属 可既然有族长赐下的五彩令 自然就没问题了 莲路对魂族来说 不单单之是容身之地 更是修行之所 哪怕魂族祖地的空间内 处处都充斥着能注意魂力成长的能量 可莲路所在 永远是能量最集中的地方 简单来说 每一座连路 都是修行的宝地 品级越高 被修行的好处就越大 魂缺四与离商一道五彩令 这让离商如何不开心 这不单单是赏赐 更意味着他这次偷偷跑出去的事 族长没有在意 他不用担心自己会被责罚了 看样子 带圣兽回来 果然是大功一件 非但无法 还有傻 不过想要找到心仪的五彩联路也不容易 祖地空间中 五彩联路的数量虽然不少 可架不住魂族月瑶的数量多 很多五彩联路都是有主的 他想找一座五主的 还得仔细寻觅才行 肯定能找到的 因为祖地中 五彩联路的数量比本族的月瑶多一些 更深层次地去想 族长甚至都没提圣兽的事 这也就意味着圣兽是交给他看守的 而且还有先元城那些族人 离商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 筹剑出一股属于自己的势力 魂族祖地中 没有太大的纷争 但有竞争 那些有资格组建自身势力的 无不适月瑶 每隔一段时间 祖地都会有一些教计般的较量 若是在这样的较量中取得不错的排名 是能得到实质性的好处的 有五彩令 有圣兽 还有先元城的族人 离商已经有了组建属于自己的势力的资本 可以说 比旁人提前跨出了一步 对他的未来影响意义深远 路也不清楚这里面的门道 毕竟他出来乍道 对魂族的事哪里知晓太多 此刻跟在离商身边 一边听他解释 一边好奇地打量四周 四周有不少半透明状 仿佛棉絮一样的东西在游荡 而且数量还不少的样子 路也还从那些棉絮状的东西里面 感受到了奇特的魂力波动 这是什么 他开口问道 离商看了一眼 道 这都是没有孕育出来的族人 小心些不要碰到他们了 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很脆弱的 你们魂族是这样孕育出来的 路也愕然 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魂族到底是怎么繁衍的 按道理来说 魂族没有血肉之躯 就不具备繁衍的能力 直到此刻方知 魂族的孕育是如此奇妙 基本上都是这样孕育出来的 当然 也有例外 仙元城的诸位便是例外 还有依依 离商微微笑着解释 祖地无处不在 这世上若是有一些特别的生灵死去 神魂犹存的话 就可能会被祖地接纳进来 不过哪怕如此 他们被接纳进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状态 没有生前的记忆 不过一般来说 被祖地从外界接纳进来的 未来成就都不会太低 毕竟能被祖地接纳的 都不是一般人 那你呢 陆叶好奇问道 离商摇头 我不知道 魂族没人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诞生的 有了灵智之后 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了 除了这些还在孕育之中 没完全诞生的魂族 陆叶也看到了不少魂族 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生存着 对比外界的喧闹和混乱 这里简直就像是世外桃源 许多魂族都远远地看着陆叶和琥珀 他们从未见过除了魂族之外的生灵 自然好奇 但也仅限于好奇 你们魂族有多少月瑶和日照 陆叶又想起一个问题 这样的世外桃源 又特别适合魂族修行 无数年下来的积攒多么强大的底蕴 月瑶的话 两三千位英是有的 离商一开口就下了路 叶一跳 两三千月瑶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什么概念